男子在超商店內憤怒地走來走去 激動的揮舞著手 沒想到下一秒 竟突然對店員咆哮 男子無故大吼 讓店員與顧客都十分恐懼 警方貨包到場後 男子已經離開 據了解男子是就期復發 這樣大吵大鬧 已經不是第一次 讓社區居民不堪其擾 於是遠景前往男子家中 將他強制送醫 遠景費了好大一番努力 男子才願意乖乖躺上單架 我不會動 我不會動 由遠景及醫護人員 將男子護送殘治救醫 最後就在警方與醫護人員的護送下 將男子送上救護車 也還給附近住戶一個安寧 記者 劉志展 長浩桃園報導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